中国国卿2比1战胜澳洲球队,00后三龙组合闪耀光芒为方碑U19国际足球邀请赛进入排位赛,中国国卿赛之前的小组赛取得一胜二负的成绩,分别是0-1负于西班牙人U18,2-3负于桑托斯拉古纳U19,2比1战胜莫斯科斯巴达U19。 虽然国卿在小组赛富多胜少,但从比赛过程看,飞绝对主力出战的中国国卿总体表现出色,就像主教练程耀东说的,对手实力比较强,锻炼价值非常大,一些替补球员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,一胜二负的成绩让国卿进入5-8位排位赛,排位赛首场比赛,对阵澳洲球队纽卡斯尔喷气击队,对手整体实力并不算太强, 之前的小组赛,他们先是4比3险胜上岗U19,之后又2比5惨败鲁能U19,国卿的整体实力肯定要在对手之上,主教练程耀东兑现了之前的承诺,那就是给黎腾龙更多的出场时间,黎腾龙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,场上的位置是10号位,首发阵容的安排颇有亮点,鲁能新星郭甜宇依然是主力中锋, 这位19岁的球员拥有1米92的身高,身体比较强壮,对抗出色,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的脚下技术也很出色,可以通过拿球,护球,突破谋的射门机会,之前连续两场比赛进球,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, 而在郭甜宇身后有三位进攻行中场,他们担负为郭甜宇输送炮弹的重任,真正的亮点,就在这里,黎腾龙,河龙海,陶强龙,这三位球员都是2001年出生,典型的00后,属于U17年零段球员, 因为名字中都有一个龙字,我们可以称获他们为00后三龙组合,这三位球员有很多共同点,都能拿球,组织,突破,黎腾龙个人技术没问题, 长年在欧洲锻炼让他看起来拥有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,一个画面是他在边路遭到双人包夹的情况下,依然可以从容护球,并将球舒服的传给队友,对于黎腾龙来说,如果能跟国心更好的磨合,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, 和龙海目前在日本踢球,他经常回撤串联,拿球,传球是亮点,而陶强龙更多的在边路活动,突破能力相当强,本次北方北伐会一直非常抢眼,也难怪传出了刘洋的消息, 三龙属于典型的小快龄球员,17岁便展现了十足的潜力,突破,拿球闪掉光芒,毫无疑问会成为国足未来的希望, 比赛的结果是中国国卿2比1战胜牛卡斯尔喷气机,拿到此次围方杯第二场胜利,为国卿进球的分别是徐悦和蒋胜龙,国卿接下来还有一场争夺第五名的比赛,之前的熊猫杯到这次的围方杯,再加上之前赴意大利,法国拉链,中国国卿整体实力提升明显,球员个人自信心也迅速提升,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 这批球员需要更高的舞台,所以,希望他们能够在U19亚青赛,取得好成绩并打进式青赛。